你知道治疗新冠肺炎需要多少钱吗 直到出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钱 我是1月25号的时候 然后出现第一生 被发现一次轻度感染 当时医生就安排我住院治疗 这开始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加钱自己资费的 添乎了5000块钱 这是住院第四天的时候 已经显示欠费1000多了 但是医院也没有让我们继续交费 因为国家的也出了新的政策 就是说对我们这些新冠会员感染者 就实行免费治疗 出院的时候医院告诉我们 垫付的5000块钱到时候会统一返还给我们的 像我们这种亲针的话 前妻都要花这么多钱 我前后住院总共33天 后面加起来的数字可想而知也多么可怕 如果说像这个治疗费用 单独让我们个人家庭来承担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很大的压力 或者承受不起的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国家对我们这些病人的照顾 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伟大 我们感觉到我们地区的时候 经历到Kim vikt